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刚才这个领师的弟兄已经讲过 中秋节快乐了 下礼拜二 不是下礼拜 这个礼拜二 这礼拜二就是中秋节 所以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这个礼拜二是中秋节 礼拜二你想想到什么 祷告会 所以如果你赏完月之后 或者是赏月之前 看你是早起的还是晚睡的 都记得去祷告会 在族里头 我们借着祷告在族里头大团圆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的 一个中秋晚会 好 我们 我的那个 今天的setting不到一样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神迹是怎样发生的 牧师讲这个信息 都会有一些的原因的 那我本来不是要 我本来计划不是要讲这个信息 但是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信息呢 因为我们刚刚去了一个退休会 我们去了一个退休会 然后退休会跟这个信息有什么关系呢 退休会跟神迹的发生有什么关系呢 这关系在于说 那个Chem Curious 这个字 因为上次我们在退休会当中 度长老在分组 巧组分组的时候提醒了我们 提醒了我们这个字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吗 退休会的 退休会的应该都知道吧 我们不是讲过了吗 还是大家归心事件忘记了 OK 没问题 那个Curis这个字 它 你看圣经 你去查英文圣经的话 它应该就是基利西 那你基利西的话 上过主日学的话 你就知道基利西 想到基利西就想到谁 想到以利亚 想到以利亚就想到什么 想到他是一个多行神迹的先知 可能在圣经当中 没有一个先知 像以利亚行了那么多先知 不是 行了那么多神迹 而且以利亚是一个 在圣经当中是一个 怎么说 是一个充满的神秘色彩的一个人物 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讲以利亚整个一生 我们讲他当中的一小段 一小段跟基利西有关的 就是说我们从退休会回来 我们要讲一下基利西 所以我们要讲一下神迹 我们要讲一下以利亚 那讲到神迹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 我们的基督的信仰跟神迹 是有一些的关系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子 看待神迹 当我们有这个基督信仰之后 你是相信现在仍然有神迹发生呢 还是你觉得过去的神迹也不是神迹 那就看你 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神迹 这个字的意思 那这个字它在原文里头的意思 它应该是一个力量的意思 它是那个power的意思 或是说有能力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 讲到哥林多教会的许多的恩赐的时候 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的 这个衍生出来的字 也就是说这一些神给的恩赐 给哥林多教会的恩赐 都是带有能力的 而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讲 我们可以讲就是说 如果你去查那个维基百科 或者查那个牛津字典 你大概可以看到神迹 Miracle这个字 它给你的定义应该就是说 无法用人的常识所解释 而归于神的作为的一些现象 叫做神迹 那我们讲的白话一点 就是说神做事留下的痕迹 或是神做事留下的一些的事迹 也就是说你看不到神 但是你看见了一些东西 你会发觉到说 这些东西为什么存在呢 原来这是神做的 这是神迹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不知道说 这样的解释之后 你会不会 或者说当我们读了圣经当中的 一些的神迹之后 特别是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摩西分就是 仗一下去 就那个红海就分开来了 然后耶稣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风暴的那个船上面 他一叫止了吧 那个风浪就马上就止住了 有没有 我们会不会希望这样子的神迹 仍然能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时候也像是那些的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 走到了一个什么 走不下去的路了 后有追兵 前无进路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希望 神也帮我们把那个红海给分开来 让我们就这样走下去呢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那个神迹怎么样发生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神迹是怎样发生的 神迹是怎样发生的 我们会借着《猎王记》上十七章的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迹是怎样发生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读的时候我们就仔细的来看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故事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蛮容易抓到 里头在讲什么 我们先读过这个故事 我们再来看当中的一些的人物 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一起来读 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 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 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责所侍奉永生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 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照着 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 乌鸦早晚给他刁饼和肉 他也喝那西里的水 过了些日子 西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你起身往西顿的沙勒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往沙勒法去 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颈财 以利亚呼叫他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他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呼叫他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台内只有一把面 饼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他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台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短缺 直到耶和华食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 台内的面果不减少 凭你的油也不缺缺 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好 我们看到这里 就看到这里 她这边是行的 神借着以利亚行的神迹 那行了多少个神迹呢 我们就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子来定义 你看的神迹是什么 但是我们从她这个故事当中 她有几个重要人物 三个重要人物 一个是什么以利亚 一个是亚哈 一个是那个什么沙拉法的妇人 三个重要人物 然后三个重要人物 我们来看神在这三个人物当中 怎么样子的行神迹 来教导我们这个 启动生命神迹的关键 好 我们来首先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开始读的时候 就是《猎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 是以利亚正式地出现在圣经当中 她的一个出场 她的一个出场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出场 很不一样的出场是说 因为我们如果你有读一些先知书的话 你会发觉到这些先知 她的出场的时候 她会有一个家谱 谁谁谁的子孙 谁谁谁的儿子 或谁谁谁的什么什么 但是你看以利亚 什么都没有提 她只说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 好像她没有一个主谱一样 这是带给她一个神秘事 第二个跟其他先知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第二个跟其他先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当这些先知要为神说话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话什么话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也就是说先知所说的话 是奉神的旨意所说的话 不是凭他自己说的 但是你看这边讲的话 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 对亚哈说 我指责所侍奉永生耶和华 以色列神启示 有没有 这里没有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 然后以利亚再去跟亚哈讲 有没有 所以我们看见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出场 很不一样的出场 带出一个很不一样的先知 很不一样的先知 要去对付一个很糟糕的王 叫亚哈 亚哈在圣经当中是一个恶名昭彰的王 恶名昭彰的王 倒不见得他很残暴很凶裂 杀了很多的人 圣经当中评断一个人 一个王的好坏事说 他有没有合神的心意 他有没有合神的心意来评断一个人的 他是一个好王 他是一个坏王 你在列王纪十七章前面的地方 讲到亚哈的时候 第十六章讲到亚哈的时候 他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而且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也就是说他这些以色列的王 北国的王都很坏 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他们都不把神当神看 虽然他们叫做以色列 但是他们并不把神当作神看 所以地上的国的民 并不能够意味着你就是属于什么的人 我们要分清楚这件事情 不要认为说以色列我们就去 他们就一定是属神 他们就一定是属灵的 你看到这个地方北国 他们是从开始到末了 从来没有一个王 被神说他是什么 神所喜悦的 因为没有一个王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 但这个王更甚 因为他娶了一个坏老婆 那个坏老婆是西顿王的女儿 叫耶喜别 耶喜别的坏事说 他把巴黎的崇拜带进了什么 带进了以色列这个国 以色列国他已经本来就已经 已经偏离神了 那个信仰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信仰 但是耶喜别一进来 他把巴黎一带进了这个国家之后 就明目张胆地开始拜巴黎了 这是一件蛮讽刺的事情 讽刺的事情是 亚哈是以色列王 以色列名义上面是属神的 但是实际上呢 他是远离神 甚至不承认神的 所以对照之下 以利亚的名字叫做 以利亚的名字 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 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哈他这个王 他所代表的是耶和华不是神 他的心里头根本没有把 耶和华当作神来看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世界上判定一个人 是不是属神的 是不是和神的心意 我刚才讲到的 不是用他的外在 不是用他的名称 而是用看他里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 为什么以利亚 神要以利亚去跟亚哈 说那么严厉的话的原因 就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背景 然后以利亚他极为自信的 极为勇敢的 跑到了什么 跑到了撒玛利亚的王宫 指着这个亚哈说 我指着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入不下雨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咒诅 他为什么要这样咒诅呢 因为巴黎是掌管风和雨 掌管农业的神 他们当时认为 巴黎是让人能够生产 让人能够生产旺盛的 所以你们孩子要去拜巴黎 你的这个五谷不丰收要拜巴黎 所以他让什么 耶和华让以利亚 行了一个神迹是 让这几年 以利以色列的境内 一滴水都没有从天上降下来 这叫做神迹 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 这不是普通人可以行的神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之后 我们会想到说 那接下来神要怎么样的使用 这样一个powerful的神迹呢 他是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坏王吗 接下来的叙述 却让我们发觉到 神对以利亚有一个很不合常理的一个代理 他没有要他趁胜追击 把这个王打下来 把这个王骂下来 让他能够彻底的悔改 没有 神怎么代理以利亚呢 接下来他说 耶和华的话现在才临到以利亚说 说什么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 然后你要喝那里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什么 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这个是好像只有儿童组织学出现的画面 就有一次乌鸦 在那个地方喂你吃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呢 更何况是什么 今天以利亚不是被亚哈给斥责 不是被亚哈给吓到了 不是被亚哈给吓跑 赶跑 打败了 所以他逃走 躲起来 藏起来 有没有 没有 他为神坚强的战力 而且甚至可以说他为神打了一场胜战 但是神对他的带领是什么呢 神对他的带领并没有像我们一般想象的 他就胜胜追击 神要他怎么样 神要他退 retreat 所以那个chemker 是一个retreat center 他叫retreat 他要你退 retreat的这个字 这个字不是一个很好的字 retreat我们通常是用在说 你如果两军打仗的时候 你打败了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retreat 你就要撤退 你就要撤退了 我学这个字的时候 是在看以前 我们台湾的1949年内战的时候 看到英文的东西的时候 看到retreat这个字 我再看一下中文的 中文用的字不是叫做retreat 他不是用逃亡 战败逃亡 他用什么 转进 我学到一个 我说 中国人的文字的智慧真会用 转进 是没错 转进 我转一个方向走了 那我怎么走都没有讲 所以你去看台湾的一些的 1949那时候老讲的史料 他们都是用的转进 从大陆转进台湾 为什么 为什么转进 retreat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说 这个字不是一个很光彩的字 但是神他在这个地方 要这个战胜的先知 大有能力的先知 在这个地方要退下来 退下来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 我们为神战力 永远都是要 好像很强的去跟那个敌人对抗 有时候我们需要退 有时候我们需要退 不只是需要退 而且要长 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地方 他从撒玛利亚 跑到什么 躲到了 退到了基利西 退了蛮远的一个地方 过了一个约旦河 过了一个约旦河 就等于说已经 好像离开了以色列的境内一样 躲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基利西旁 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呢 在那个地方藏起来 藏起来做什么 藏起来说神要让乌鸦在那里供养他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听神的话 你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 你要照单全收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你要在基利西旁 你坐在那个地方等什么 等乌鸦飞来 乌鸦飞来怎么样 就把你要吃东西丢给你 把乌鸦吃来 把你要吃的东西丢给你 如果你是先知的话 我不晓得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习不习惯这样子的方式 你可能从来没有被这样子对待过 有没有 你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可能一开始想要找一点东西吃 但是因为旱灾了 没有东西吃 只有水 只有水可以喝 那个水一直在流 没有东西吃怎么办 后来看到乌鸦来了 就乌鸦果然掉了食物来给你吃 第一天你就吃了 饱了 然后第二天你又去找东西 又找不到东西 然后乌鸦又来了 又掉了东西来 又放在那个地方给你吃 你就看到了 以利亚从一个 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理解 到一个完全能够接受 然后每天就可能就坐在那个地方 等乌鸦来 吃了 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等乌鸦来 吃了 就去做别的事情 就应该是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他这边讲到说 第五节他说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地溪旁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溪里的水 有没有 所以以利亚他顺服神 虽然他可能觉得这件事情 不make sense 不合常理 不晓为什么 但他这么去做了 然后乌鸦早晚给他叼饼 来给他吃了 所以他就看见神 在这件事情上行的一个 他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什么 神迹 这是神对以利亚的一个 信心的初阶带领 也就是说如果 如果这是一个神带领以利亚 这个先知上的一个门徒训练课的话 他前面的去跟亚哈的这样的一个正面迎集 是他通过的interview 成为了神可以用的这个先知 用了这个先知之后 神要来培训他 要来养成他 成为一个神更能够使用的先知 所以他给他的第一个 第一个阶段101的课程就是 是退根长 要他从撒玛利亚退到基利西胖 然后要他能够被乌鸦成婚 按时供养 对于一个近前的以色列人来说 犹太人来说 乌鸦不是一个洁净的动物 鸟类 在立位记上面有这样讲 所以你要乌鸦来靠近 靠近这个神的先知 本身对先知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信心的考验 但这是神说的 所以他必须要照着神的话来讲 然后乌鸦的供应 是一个被动的等候的供应 被动等候就是说 你只能够坐在那个地方 或是你只能够在那个附近 因为乌鸦会飞走的 乌鸦不是天天跟你靠在一起 跟你讲话的 乌鸦会飞走的 然后乌鸦到了时间就飞过来了 所以你只能够被动的在那个地方 等着乌鸦过来喂你吃 然后你如果觉得 你自己是一个神 大有能力的先知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或是你怎么习惯被动 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我就坐到那个地方 我就等着 然后要忍耐 要等候 要安静 我们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没有到了基利西畔 神这样一个带领的时候 我们很难真的让我们自己忍耐 等候并且安静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神要用的人 他要我们能够学习忍耐 等候并且安静 神要用的人 他要让我们能够在一些不合常理的带领当中 我们看见是神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被带领下去 即使是退 即使是长 即使是乌鸦 我们都能够在这些的事情上 看见神的大能与信实的彰显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我们一定要赢了 胜利了 有能力了 全部人都喜欢我了 或是说我们的福音广传了 或这个国家变成什么 基督教国家了 类似这些 好像很多事情 哇 神的国大大彰显了 我们这才叫做神的大能与信实 其实不见得的 因为神祂是自有拥有的神 所以祂做事不被我们限制 祂也要我们照着祂的方式 能够承受祂对我们的带领 这个之后的第二个带领更离谱 第一个带领就是说 祂要退到基地西畔 被乌鸦给喂养 我们刚才讲到了 祂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祂可能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这样一个方式 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被供养 然后神对祂第二个带领是什么 叫祂离 离开 离开祂所习惯的环境 离开祂所习惯的被供养的方式 要进入到第二阶段的一个什么 信心的操练 这叫做不近人情的安排 怎么样的不近人情法 我们来看一下 他接下来那个地方讲到说 过了些日子 我们不晓得过多久的日子 但我们知道 他这边讲到一个测的标准 就是说吸水就干了 也就是说那个基地吸水 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因为地上没有水了 地上没有水 那个吸水总是会流干的时候 因为一直流 还有他一直喝 水就干了 然后因为没有下雨在地上 所以就没水了 所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谁 以利亚说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 所以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代理 就是说你要离开这里了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供应了 没有水了 你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但是他没有让他去耶路撒冷 他没有让他去圣地 他没有让他去属神的子民充满的地方 他带他去哪里 去西顿 西顿是外邦人的地方 他不只是外邦人的地方 西顿的撒勒法 你如果往圣经上面看的话 你会发觉到说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野喜别的故乡 这是拜巴黎的大本音 哇 这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有些基督徒说 我们不去拉斯维加斯 因为那是罪恶之城 然后神就让你去拉斯维加斯 去做宣教士 类似这样的情景 当然我们知道去任何地方 就是哥林多前初讲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但是我们有自由 但是他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什么呢 看见神要他的先知 到一个充满罪恶的 敬拜偶像的大本音里头去 去那边干嘛 而且他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 供养你 天哪 乌鸦就已经很不堪了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 寡妇 而且是一个外邦的寡妇 是一个拜偶像的寡妇 来供养你 也就是说 你要天天跟他在一起 你才能够被他供养 你要先进入到那一个 你不想要进的地方去 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话 我们都知道 犹太人他们有这种属灵洁癖 他们不想要靠近那些 不洁净的地方 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 当他们可能会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他们都要绕道而行 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都不洁净 绕道而行 今天他不只是要进去 他要住在那里 住在那里 你起身往那里去 这就是另外一个的 这叫做门徒训练 这叫神对我们信心的一个带领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对的地方 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那个人是弱势中的弱势 寡妇 弱势中的弱势 并且他又是外邦的 很有可能他是拜偶像的 那这样子的地方 这样子的人 真的能够供养我们吗 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为什么要他的一个 先知到那个地方去呢 我们可以 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说 神要跟巴黎 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正面对决 所以他直接地让他的先知 杀进了他的大本云里头去 要在他的大本云当中 行一个巴黎 无法行的先知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这个先知 要能够被神叫得动 所以第十节 当神讲完了话之后 以利亚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他有没有考虑 但他这个地方 当圣经说救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说立刻的意思 救起身往撒勒法去了 也就是说 以利亚他没有太多的考虑 他就立刻起身往撒勒法去了 我们今天要是一个 能够被神叫得动的人 叫得动的意思就是说 神要你离开 你就要离开 不要有太多的理由 如果我已经习惯乌鸦的供养了 乌鸦不来了 对不起 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基利西盼了 基利西没有水了 对不起 你必须要走 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也是要到了这样的一个景况当中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察觉到说 神要我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 他我们看到他离开 离开还无打尽 更不顾情面的 神有些时候对我们的要求 是不顾情面的求 他要他不只是去到那个地方 而且要主动的 开口的去跟那个寡妇 祈求 那个祈不是祈祷的祈 是乞丐的祈 祈求 乌鸦的供养 是被动的 不开口的 你开口也没用 乌鸦听不懂你讲什么 你也不知道乌鸦在 叫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不需要跟他对话 你不需要求乌鸦说 乌鸦先生 乌鸦姐姐 乌鸦哥哥 可不可以给我好吃一点的东西 没有用的 乌鸦时间到我就掉过来 但是第二阶段的时候 他要你主动的 开口的 去跟那个什么 神为你安排的寡妇 求你所需要的供应 我们比较难过的是这一关 我们可能可以在乌鸦那一关 顺利通过 我们比较难的是 我们要主动的去靠近 我们不想靠近的人 并且我们还要开口 去向他祈求 因为我们不开口 我们就没有食物 我们不开口 我们就不知道 哪一个寡妇是 是这个寡妇对不对 那么多寡妇 是哪一个寡妇 所以我们看在第十节 这个地方 伊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 去到了城门 建有一个寡妇 在那里剪裁 我们不知道 他建有一个寡妇 是他真好一进到 那个撒勒法 就看到就是这个寡妇 他就去跟他求 求你用器皿 去点水里来给我喝 还是他已经求了十个了 十个都不理他 为什么不理他 因为他的装扮 他的口音 一看就知道 他是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这个 西顿的外邦人 他们是不会去理他的 不会去理他的 还是说他正好 这个就是神给他预备 这个不是圣经的重点 所以圣经没有描述 但是描述的事情是说 伊利亚必须要开口 他到了那个地方 他不只是坐在那个地方 等寡妇来供应他 而是他要去看到那个寡妇 然后跟他开口 而且开口不是命令 是祈求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因为我走了好长的一段路 没有水喝 所以他就去取水 因为取水不是 可能还是一个 这个妇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就取水 但是他取水的时候 他可能就在旁边取水 他去取水的时候 伊利亚就呼叫他 大声的叫叫做呼叫 因为他去取水 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所以你看到这个大能的先知 神所使用的大能的先知 在这个地方 他成了一个什么 要饭的叫化子 而且要饭要到哪里去 要到那个外邦的 拜巴黎的大本营那个地方 以我们人来看的话 好像这是羞辱神的名的一个举措 你怎么能够让神的名在 拜巴黎的大本营 这个沙勒法这个地方丢尽了神的脸呢 你不是神的先知吗 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为着你自己的宝 难道你死了不就去见上帝了 你为什么不敢死呢 但是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命令 这是出于神的命令 所以先知就去这样做了 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命令 他就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 即使是一个不顾颜面的举措 他把他的脸皮放下 他把他的所谓的尊严放下 他把他的一切放下 他才能够去做这些的事情 有些时候神要我们放下一些 我们觉得我们放不下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够放下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人道歉 我们觉得我们要改变 好像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很没有颜面的事情 我这样做之后我怎么见人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先知他到了撒勒法 他要放下一切 他才能够满足神对他的要求 先不要讲他能不能得到宝足 他所在意的应该就是 他才能够做到神对他的要求 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这是一个我们很难学习的一个信心的功课 完全的信赖 信赖神对我们的带领 即使那个带领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并且那个带领好像有一点不近人情 那个不近人情的地方 我们就看见 以利亚信心功课的进阶功课 在这个地方发生 那个进阶就是说 除了前面的第一个出阶的通过之后 他的进阶就是 他不只是要退跟长 他更要离跟求 离开他的舒适圈 离开他所习惯的一个方式 并且把里面的舒适 外面的尊严 都给彻底的放下之后 他才能够进入到神对他信心 第二阶段的一个带领 在撒勒法下向寡妇求 他所需要的食粮 当他在求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到说 这件事情对这个寡妇来讲 也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一个要求 所以那个寡妇说什么 他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 启示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好绝望的一句话 好绝望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荒年当中 撒勒法寡妇的困境是什么 这是一个缺语的荒年 他只剩下他跟他儿子 他只有一把面跟一点油 他吃了这餐 可能就没有下一餐 难道以利亚你的神 那么不尽人情 连我这一点的面 这一点的油 你都不让我跟我的儿子 在死前得到一点满足 非要用我剩下这些 去供应你的先知吗 我们很多时候 会不会觉得 神对我们一些代言 好像可能没有像撒勒法寡妇 那么的困境 那么觉得说 难道神你真的要我这样做 做到这个地步才行吗 神真的是这样的神吗 神真的是要把人逼到绝境 说你要先供应神的先知 你要先供应神的仆人 使他吃饱了 你才能够得到饱足 神是这样子的神吗 我们看到他这样一个带领 应当不是这样一个带领 所以第四个带是成 也就是说神要在这个事情上 成就他的一个心意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供应 那个供应可以解开 我们的一些的谜团 那个供应就是 以利亚对那个寡妇说什么 她说不要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让你跟你的儿子 吃这一把面 这一点油所做的饼 没有问题的 但是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来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不是说你要先喂饱了先知 你才能够被喂饱 而是说因为这是神对你的一个 信心的考验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表示你相信神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表示你相信神的供应 会照着你的顺从 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前提是 神已经先跟这个寡妇 借着以利亚口说了 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你不会死的 你不会吃完这一餐 没有下一餐的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饼 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一个小饼而已 也就是说你做一个小饼之后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其他的 你们两个人还可以吃的 我们三个一起 sure是可以的 重点在后面 重点是说十四节他说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说什么呢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也就是说 当你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 去做的时候 你先为这个先知做一个小饼给他吃 然后为你们两个人做饼来吃的时候 神的应许会临到你的身上 那是一个神迹的发生 那个神迹就是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 你能想象吗 他每天拿出 他今天做了这一点饼 他给他做完了 做完了之后 三个人吃完了 没了 然后第二天又有了 或者做完之后又有了 又有了 就是说你一做完他又有了 就好像什么 五饼二鱼的供应一样 耶稣剥开了注谢的 分下去分下去分下去 就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 分不完了 他这个地方看到的事情是说 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 你不会死 然后你能够一直存活下去 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日子 神会一直不断地供应你 这段时间的需要 也就是说 在撒勒法境内 有许许多多人 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荒年当中 好多人已经死了 好多人将要死了 因为食物都会吃完了 但是这一个寡妇 她愿意相信神 后面讲到了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愿意照神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人 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你会看到 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我们发觉到 当这个妇人照着以利亚的话 去做的时候 她就因着先知的话 因着神的应许 跟她的儿子 能够度过的这个荒年 为什么 因为她照着神的话去做 神迹就发生在什么 发生在她的家中 也许她在这之前 她根本不认识耶和华神 她根本不认识以色列的神 但这个先知来了 她听了先知的话 她照着先知的话去做 然后神迹就发生了 发生了 让她看到什么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神所说的话 我们生命当中 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候 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太过分了 我们觉得强人所难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光景 已经不行了 你还要我做更多的事情吗 是不是能够让我度过这个难关之后 我再去做什么呢 但是我们看到 启动生命神迹的四个关键 应该说三个关键 一个成就 前面三个都是负面的 前面三个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但却都是生命改变神迹的一个关键 神要以利亚退 他就退 神要以利亚离 他就离 神要以利亚去求 他就求 当以利亚这样做的时候 看起来她是一个节节败退的人 看起来她是一个示弱的人 看起来她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但在这一个近乎示弱的表现当中 我们却让神能够完全地介入 大大的介入 不只是介入 并且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 不见得是退离求成 这不是一个公式 这只是说对以利亚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这四个原则 四个关键 一个原则 应该这样讲 四个关键就是 他退 他离 他求 然后使得神能够成就 但是那个关键在于哪里呢 那个关键就在于说 神的话临到他 他都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 并且呢 在最后的时候 不只是他自己被改变了 并且影响到了一个什么 沙勒法的寡妇 影响到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 也被他给改变了 也被他给改变 然后就因着这个改变 使得这个寡妇的一家 就能够在这个荒年当中得救了 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 神好像从一开始 就是在预备这个先知 为着要来救这个寡妇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回想我们这个人生的历程 说我们不是也会觉得说 原来神就是为着我 预备了好多好多的人 在这个路上来带领我 使得我能够认识主吗 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巧合 但从这几段的经文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觉到说 神真是爱我们每一个人 即使是沙勒法的寡妇 即使是一个外邦的寡妇 在荒年当中 她已经毫无出路可言 她完全绝望 她可能只剩下那一餐可以吃了 吃了她就等死了 但是神竟然拆派了一个先知 进入到她的生命里头 让她能够听到神的应许 让神的应许能够改变她 使得她和她的一家都能够得救 这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借着以利亚 显明在沙勒法的寡妇的身上 雅各书五章十七节 我很喜欢这句话 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以利亚 哇 那个 有一首歌剧好像也叫做以利亚 那个还是一个交响 因为我忘记 那个听起来很气势斑驳 但是对 她做很多事情 做得很气势斑驳 没有错 但她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没有什么两样的 她差别在哪里 这边讲到恳切祷告 她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两个月不降在地上 所以她到雅哈面前 大胆地说 我启示说雨不降下来 在那个背后她有多少的祷告 为这件事情的成就 她有多少的祷告 寻求神继续的代理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会看到一些事情的表面 我们觉得这个人神好祝福她 哇 你看她生命当中 充满了好多的神迹 她赚好多的钱 她的子女都好好 她夫妻关系好 家庭美满 哇 所有的祝福都临到她 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 我们没有看到 那个背后的一些的事情 我们没有看到 那个差别的所在 不在于说神机 只行在某些人身上 不行在我的身上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她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另外一个以利亚很有名的那一段 她去求死 往那河裂山去的那段 她不是一个 我们看起来也很软弱的人吗 但是在这个时候 她听神的话 她照神的话去做 所以她的生命被改变 然后沙罗法夫人的生命也被改变 神让我们要的不多 他只要我们 当我们害怕的时候 当我们快要不行的时候 能够如同彼得一样 在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祷告不需要华丽 祷告不需要很多美丽的迟早 直接的 简单的 真切的 恳切的 情词迫切的 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 主啊救我 我们很多时候放不下我们的面子 不想跟人求 说主 你来救救我吧 你来帮助我吧 但这个神 如果我们认定 祂是创天造地的神 祂是掌管一切的神 我们的一切 祂岂不知道呢 我们有什么好隐藏的 我们有什么好在祂面前装出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 学习以利亚 学习彼得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说主啊救我 以利亚能够行驻般的神迹 不是他与众不同 不是神特别喜欢他 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彼得也是 约翰也是 保罗也是 大卫也是 所有人都是 只是他们的 他们在圣经上 我们羡慕的地方 只是他们能够 并且愿意放下自己 交托给神 让自己更少 让神更多 就是有一首 有一首歌叫做 好像叫做 我不过是主的运河 还是求主 使我成为主的运河 歌很美 那另外一个 现代的诗歌叫做什么 叫做神迹的器皿 还是求主 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 很类似这样的 我们都可以成为 那个神迹的器皿 我们也都能够成为 那个流通祝福的运河 那个渠道 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交托给神 让自己更少 让神更多 圣经当中 有另外一个女人 苦命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做 妓女拉荷 她在 以色列人 要进入耶利哥城之前 她相信这个神 是能够拯救 他们全家的神 所以她和和平平地 接待了 那个以色列的探子 然后呢 西伯来书上面就说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 一同灭亡 在约书亚记那个地方 那个探子给她的 给这个拉荷的应许是什么呢 她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诸宏线细 细在绑我们下去 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 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 一条诸宏线细 拯救了拉荷一家 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拉荷回答什么呢 拉荷回答说 照你们的话去行吧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今天念到了伊利亚 跟那个寡妇一样 有没有 照你的话去行吧 照你们的话去行吧 于是打发他们走了 就把诸宏线细在窗户上 他细在那里的线 不只是一条迷信的线 说我细了这个线 我就能够得到拯救 他细在那条 他细下那条线 有一个说法 因一人的顺从 就救了他们全家人 因为不是那条绳子的关系 是因为他信这个神 能够拯救他 是信这个神的应许 能够拯救他 使得这条诸宏线绳 成了一个印记 成了一个他得救的记号 到新约当中的时候 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保罗说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那一个人 使得拉合的诸宏线绳 连到了那个十字架上 他就是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担当一切罪的 耶稣基督 他不是自己 想要为我们担当 他乃顺从神的旨意 行出神的吩咐 使得他自己被挂在木头上 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得我们能够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 启动生命当中 神迹的关键 不在于我们做什么 而在于我们 能不能够信而顺从 当我们愿意 信而顺从的时候 因一人的顺从 就能够救了全家的人 那个坛内的面并不减少 品里的油壁不短缺的神迹 就能够发生在 你与你一家人的当中 特别是当你走到了一个 人生的瓶颈 人生的关卡 人生的转捩点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你手上握的东西 已经很少了 神还要你放下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信而顺从 信神不是信我 不是信其他人 信神而顺从神的带领 神迹就能够发生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愿神迹 不只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 哇 让我们羡慕的那些 眼花缭乱的事情 而是神真正能够改变 我们的生命的一些的事迹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 经过路过 不要白白错过 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说 不要让神在你生命当中 只是经过路过 而你却白白错过了 神在你生命当中行的神迹 不要让他经过路过 假如沙拉法的寡妇 让看到以利亚 听见以利亚所说的话 她不听 不照着去做的话 她只是经过路过 而让她白白错过 求神让我们能够 借着我们的信 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借着我们的信 使得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神迹 能够发生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使得我们能够得到 更丰盛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他应许说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的 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 因为知道如何启动 生命的神迹 就是只要信而顺服 今天你也可以成为 神迹的亲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把我们自己 交在主的手上 不论我们现在是在高山 是在低谷 主我们知道 您都看顾我们 您都爱我们 主我们就为 我们自己来祷告 愿主您自己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 不论我们信主的光景如何 帮助我们能够 继续地信而顺从 继续地让您的旨意 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若是我们当中有 还不认识主 或是刚刚认识主 或是刚刚开始要认识主的 主我们也求主您自己 带领这些的朋友们 如同带领沙勒法的寡妇一般 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看见您自己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您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当我们愿意信而顺从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那个路就为我们打开了 只要我们照着吩咐行 我们就能够一路与主走下去 感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